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又來到今期二話 巴黎奧運正式開幕 今年的場地非常漂亮 不單止田徑跑道變成紫色 還聽聞會在巴黎鐵塔前面 有沙灘排球的比賽 我最喜歡看的就是體操和跳水 不知你又喜歡看甚麼 不過看奧運之前 都要先看今期二話 Marvel 最新作品 《死事與狼人》終於上映了 相信很多影迷都已經在週末期間 去了戲院支持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製作成本高達2億美元 加上行政和宣傳費用 相信最少票房收入達5至6億美元 才是迪士尼最希望得到的結果 而小失和Hugo 在開話日都分別看了 IMAX 和 Dolby Atmos 的版本 亦都分別出了影評 和大家一起討論 不知你們又去了哪間戲院 看了甚麼版本呢? 歡迎留言分享一下你的體驗 如果想討論劇情的話 都可以去回我們影評 或者討論區那裏留言 Google 計劃推出新一代 Chromecast 裝置 Google TV Streamer 預計今年內就會面世了 外媒指Google有意用Google TV 取代Chromecast 品牌名稱 以減少和Chromecast Built-in 技術 和Chromecast 裝置的混淆 從非官方流出的圖片見到 新機外觀的設計非常淺薄 新裝置預計會配備更快的處理器 相信可以支持到4K Dolby Vision 和Dolby Atmos 等的影音規格 還支援高效AV-1 編碼格式播放 新機的遙控器似乎都會重新設計 Google Assistant 按鍵 改了做收音咪按鍵 音量調節按鍵 由側面移到正面 而Home鍵 用了特別顏色去標示 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新聞中心的跟進報導 JBL宣布推出全新2024年 MA系列家庭影院AV 擴音機 有5款型號可以選擇 其中高階型號 MA-9100HP 支援9.2聲度 提供140W功率輸出 支援Dolby Atmos 和DTS 音效格式播放 除了最入門的5.2聲型號 MA-310之外 其餘4款型號都搭載了HDMI 2.1端子 支援8K 60Hz 或者4K 120Hz VRR 和ALLM 功能 並且對應HDR 10 Plus 和Dolby Vision 高動態範圍影像格式 MA系列還支援Direct Live 校正 和EZ Z EQ 智能程式校準功能 並且搭載Samsung SmartThings 功能 方便進行無逢影院體驗 官方定價由399至1599美感不等 天龍最新公佈一款配備HEOS功能的 立體聲擴音機 Denon Home Amp 秉承着Denon Home體積小巧的理念 新機的調音由天龍Sound Master負責 支援多房間Hi-Res音樂播放 每聲度在8音的時候輸出可以達到100W 它搭載HDMI EARC 光纖和USB-A輸入 支援藍牙4.2 AirPlay 2 和Spotify Connect功能 更加配有超低音pre-out輸出 方便外接超低音喇叭加強低頻的效果 Denon Home Amp的官方定價是799美金 行貨消息還有待官方公佈 Netflix一直扮演著影音規格的推手角色 它成功令到Dolby Vision和Dolby Atmos 成為串流電影的新機準 不過仍然有部分觀眾指 在低光環境中看HDR影像 會覺得過分刺眼或過暗 所以最近外媒Android Authority 就報導指 Android版的Netflix App內 是隱藏了一個上未公開的 HDR切換功能 可以允許使用者 根據喜好切換HDR高動態範圍 和SDR標準動態範圍畫質 而停用HDR顯示之後 更加有利延長手機電池續航力 以及折省流動數據 據指部份內置Google TV系統的電視機 亦都已經加入相關功能 未知Google TV的玩家 有沒有發現這個隱藏功能呢 據外媒Bloomberg報導指 由於Apple Plus的訂閱數量不如預期 所以Apple正計劃削減期下節目 和往後製作的資金 Apple過去已經投入超過200億美金 製作原創電影和節目 包括全方位登月 特工阿佳佬 花月殺手 以及拿破崙等等 單是特工阿佳佬的票房 連2億美金都不到 製作成本的一半都追不上 而勇奪多項提名的花月殺手 票房也只有6700萬美金 未知Apple會不會考慮訪效HBO的做法 將部分經典片庫轉售 或者外借來平衡收支不均的情況呢 雖然近年都有不少關於影碟市場的不利消息 但實體碟始終都是電影愛好者 保存心愛影片的終極方案 港版影碟發行權 原充多時的帕拉蒙影業 還遇到與香港影碟發行商Mentalab 達成協議 正式授權他們在香港發行 附設中文字幕的帕拉蒙4K藍光碟 和高清藍光碟 外界預計新代理首批推出的影碟 將會是職業特谷隊死亡清算 龍宇地下城和變形金剛狂收掘起等 多佈上臉的焦點大作 打算購入4K藍光碟收藏的朋友 可以多加留意我們藍光版的影碟資訊 看完今期熱話 就是時候回去看奧運 講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其實除了比賽之外 我最喜歡看奧運的開幕禮 不知道大家今年又有沒有看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喜不喜歡今年的開幕禮 還有記得要訂閱、分享和Like 我們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